好 吃東西 1 2 3 人食會變成餃皮餐 沒有調味 我要先穿掌針機 我看了一個訪問 這個訪問 我忘記是01還是甚麼 總之是一個公開的訪問 看到有一個很創新很沾身的科技 這個科技就是食物是不用雪入雪櫃的 也不一定要真空包裝的 只是在一個無菌的情況下 包裝了一些剛剛用慢煮處理 低溫處理的食物 然後只要這樣封住了 然後就可以在常溫之下 我有馬上問常溫是代表多少度 你都知道香港都熱的 常溫是36度以下 是不用雪入雪櫃 可以放兩年 這件事 我看一個訪問的時候 我是覺得很棒 簡直是造福人類改變世界 甚麼人會想到不容易 想到就不難 真的做了出來是很瘋的事 當年 其實也是24年 也是常溫的事 我看到這個訪問 我就覺得我心都溶了 我會覺得哪個傻佬會做的 傻佬的意思 真的這件事 你不是最少人 我不知道怎樣形容 怎會真的做出來的 這麼難的事 幾乎沒有可能 在我心中 真的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Felix 多謝你讓我試吃叉燒 而且它真的肥肥 我們最喜歡肥肥的 我最喜歡有肥的叉燒 叉燒是半肥瘦 它真是半肥瘦 一半肥一半瘦 真心好感動 現在吃到好吃的叉燒 真的一點都不容易 而最重要的是 它真的好像剛剛煮完 你想回整件事 我這個是5月8日 拿回來 放在這裏 一個多月 甚麼都沒有做過的情況下 我這樣拆開它 Reheat 就有這個效果 真的很瘋 你可以放兩年 對 我可以放兩年 比香港現在的叉燒更好吃 肉骨很鬆軟 比很多燒味更好吃 我看到它的名字 我搜尋它的名字 在網上搜尋它的名字 然後我搜尋它 然後我跟它說 它叫Felix 我說Felix 我真的想表援支持 我看了你的訪問 我很感動 將來有些甚麼 如果我幫到手 你儘管開箱 你儘管告訴我 幫忙試吃吧 幫忙甚麼都好 之後我們就談了一會兒 之後它就說 OK 一言為定 當這個技術 我們去到成熟的時候 真的有一些產品發生的時候 我一定會找你試吃 那我說好啊 記住啊 一言為定 我們勾手之功 之後 這件事結束了 二四年的時候 一年多前 我一直有追蹤它的社交媒體 之後我就很有趣 有時候的東西真的很有趣 我記得四月底 我看過它一個新的更新的更新 就是它跟一間寵物食品公司 就會一起合作去研發 用這個科技去處理一些寵物的食物 他們兩個是全球第一個狗狗試吃 這個初創科技的無菌包裝 的寵物先吃 我是今年的5月8日 今天是26號 我也很期待 因為我會跟它們一起吃 今天我會試這個 我最喜歡的菜式 它是有三文魚 紅菜頭 還有番薯 黎麥 還有藍莓 我不知道它們聞什麼 其實應該沒有味道 因為完全是蜜蜂 哇 你看看那些紅菜頭 還是紅色的 真的很新鮮 哇 很香 哇 我也很餓 離遠都聞到三文魚味 這個根本就是生酮的菜式 完全適合我吃 開這個 有雞 有南瓜 有紅蘿蔔 還有西蘭花 還有雞蛋 他們很喜歡吃雞蛋的反應 你們看到 真的粒粒分明 好 接著這個 有牛肉 有 Kale 乳衣甘藍 我這次知道了 有這個 糙米 牛肉 這些牛肉 紅白 藍莓 所以 低溫煮 是不容易 我們很少會 低溫煮這些食材 通常就是 蒸炒煮炸 都是 就要 鑊氣 我覺得這個 不只是狗狗才吃 我覺得是可以給一些 可能 嘴咀困難的人 或者是老人家 或者是在做牙的人 或者是在做牙的人 我爸爸 我可以給我爸爸 我爸爸在做牙 牛肉為主 這個 有什麼感覺 好像吃粽 吃粽 吃粽 因為它是Kale的味道 好像粽的葉 有些少許煙人的飯 好像韓葉味 對 好吃 你問他們兩個 對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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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那個 是不是剛才的 醋米 對 好像吃粽的味道 對 完全沒有添加 我覺得它的比例很好 黎麥又有咬口 我收到一個INFOX 然後我看到 Felix 然後他說 話說 我們終於研發到了 還有 我漏了說 Felix 當年 即是二、四年 當年 一言為定 我就說 勾手指高雲 然後他就說 這個 約定為期兩年 我就 很有決心 這個人 他覺得自己一定要 在兩年之內 做到出來 Anyway 我自己是覺得很瘋 因為我代入Felix 的時候 首先 他們真的贏了很多 創新獎 還不是香港 是世界各地 他們接下來 會去植谷參展 然後呢 植谷 也有澳洲的機構 去證實了 他們的碳排放 即這個技術 是可以協助世界的碳排放 可以減一半 這個是涉及到環保 因為其實 之後第二件事就是 它是低溫處理 即是說 它比起我自己煮 更有營養一點 因為我可能煮的時候 我都沒有它那麼在乎 那些營養 是否真的在裡面 譬如你煮個西蘭花 我煮個西蘭花 我可能平時 我煮兩分鐘三分鐘 但都是高溫 其實有很多營養 都已經流失了 所以我自己很多時候 有很多東西 我自己的話 我生吃 可以生吃的東西 我都會生吃 它低溫處理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是 令到我減少了 營養流失的可能性 那些什麼 通常是煮的時候 會流失呢 維他命 花青素 這些是高溫的時候 然後就會走的東西 減少了 減低變成最少的貨壞 即是保留到最多的營養 在裡面 然後顏色 亦都是很 eye-catching 你看到它 你都會想吃 和BuckBuck的 但是你對比它們的糕糧 唉 我都很傾貼 有時候真的沒辦法 太不夠時間用 世界的角度就是 碳排放 剛才說 有一個澳洲的機構 可以減低碳排放 其實是 在一個 ESG的碳排放 是其中一個 很重要的指標 那 我自己一個 layman 我大概會知道 碳排放是發生什麼事 譬如可能電池 用電 各樣的東西 我自己用一個 layman的角度去想的時候 OK 這個東西 它可以保持到這麼新鮮 如果不是這個技術的話 要怎麼做呢 可能就是 首先 做好了之後 要立刻 或者新鮮的東西 要立刻急凍 或者冰鮮 接著要儘快地運到那個地方 如果是遠的話 要乘飛機 乘飛機 你又不可以量多 你又要在最短的速度 在過程裡面 你又要加多很多的packaging 可能乾冰 可能要那些法寶膠箱 即是一些去保溫的物料 一些container 去令到它保持著那個溫度 去保鮮 那接著之後 你 飛機都是成本來的 那時間又要跟時間鬥快 那你冰鮮的東西 急凍的東西 那你存放 又可能是一個時間的考量 那 但是如果有了這個技術 如果這個東西 真的可以變成一種 平常的一個方式的話 首先這個 譬如這塊叉燒 譬如我之前在澳洲住的時候 我最想用這個技術 去做什麼呢 就是大雜蟹 因為我那時候在澳洲 我最想念的就是大雜蟹 我很想吃到大雜蟹 譬如說 如果這個技術可以普及的話 我要寄一個叉燒去澳洲 或者寄一個大雜蟹去澳洲 我是可以用這個方式煮好了 那個大雜蟹一整好 立即這樣補充 然後就寄去澳洲 我是可以一年前寄定 我可以寄船 還有就是 他們剛剛贏了一個 初創的世界盃 他們贏了獎 因為Felix都是 每次他有什麼開心事 都會傳WhatsApp給我 他的照片就是拿著一隻杯 贏了 其實他們贏了很多獎盃 我也很替他開心 這件事可以做得出來 是很瘋 還有這件事是 暫時現在市面上 是沒得賣的 這個技術的食品 暫時是沒得賣的 所以我真的很期待這個叉燒 說再見啦 多謝大家收看 我是Felixia 他是豆豉 他是捲蛋 我們是第一隻狗狗試吃這個 無菌包裝的食物 就是豆豉豆Dario 還有捲蛋蛋Gimla 有證書 還有多謝Felix頒給他們 我們那天 星期六 去的活動 都接受了Felix的頒獎 他們兩個 7日 好 準備 1 2 3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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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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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